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香港的主权在移交之后就成了中共统治下的一个采用所谓一国两制的特区 它也是中共统治的中国土地上唯一还可以每年公开举行烛光晚会到年六四死难者的地方 那么香港因此也被外界认为是反共基地 反共桥头堡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在5月28号报道 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人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 香港是反共基地有什么问题 以此为荣 什么都不怕 而且十分开心香港成为了反共基地 那么香港市民的支持支联会25年来一直坚持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 从当年参与营救六四学生和逃亡者的黄雀行动到今天 他们仍然一年一度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 而在中国大陆随着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 中共当局对于相关人士的打压也在加剧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5月26号晚间河南省郑州市的警察就带走了白玉 侯帅 方言等5人 他们都参加了今年2月份在河南华县举行的六四公祭的活动 27号他们的代理律师常博阳 姬来松也被警方以涉嫌剧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 那么同时呢 公祭活动的主持人于世文和陈魏夫妇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今年2月2号 中国大陆各地的40多名人士呢 他们到河南省华县公祭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胡耀邦以及六四死难者 现场树立起宽六米高四米的积电牌 上面写着 公祭六四英烈 缅怀 要帮紫阳 当时现场是由警察在场监视 但是并没有阻挠公祭活动 事后呢 也没有对参与者进行抓捕 江苏省苏州市英季电子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 在日前发起了罢工维权活动 他们抗议公司为做赔偿就先行班场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英季公司的600名工人5月21号开始罢工 22号遭到了大约是300名警察的镇压 大约有80人被打伤 30人被抓捕 观众朋友 接下来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